瑞典国会及地方选举星期天隆重登场 这也是瑞典三年前接收大量难民后的首次大选 初步开票结果显示 即右翼民粹政党瑞典民主党赢得大约18%选票 彰显及右翼主义抬头 在没有政党获得过半得票率情况下 反对党如今自行宣布 已经获得其他政党足够支持 可以组成政府敦促首相洛夫文下台 瑞典星期天的选举将由700多万名合格选民 选出国会的349个议席的人民代议事 在八成选票开票后 目前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得票28.1% 反对党温和党得票19% 至于反移民的即右翼政党民主党得票17.9% 这个得票率比4年前选举的12.9%得票率还要高 由社会民主党 环境党和左翼党组成的中左翼阵营 与由温和联合党 中央党 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中右翼阵营 各自赢的将近四成选票 预料双方都无法单独过半 恐怕出现玄制国会 就在这个时候 温和党党魁率先宣布 已经获得足够票数组成政府 要首相下台 还将会带领瑞典度过今年的时刻 澳大利亚典能够讨论柔作为 愿意细地再继续 solidário 澳大利亚典还卖进行最佳最终的 系统法律的选择 不止别人或想要更加高手 也不再准复成功 这就是召动 这个召动 让我们继续续继续续续 Dobors 至于瑞典民主党 将来保持反移民反欧盟立场 还主张取消申请庇护制度 如今更是伸出橄榄枝 只愿意与各方商谈 还挑战温和党党魁克里斯特松 必须在民主党和社民党之间 也就是极右翼或中左翼之间二手机 在这个关键时刻 首相已经表明不会请辞 呼吁政党之间合作 尽管目前瑞典民主党党魁奥克松 想要成为造王者 不过事实是 无论是社会民主党及温和联合党 早就已经表明 不会与这个反移民的政党筹组政府 还接近 chats 只能改变 不过 我们 还是 您